大家好,我是Chat TTS,欢迎来到唱的科技工坊 你好,欢迎我们频道有史以来第一位嘉宾Chat TTS 疯是吗?太棒了,我竟然是第一位嘉宾 请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是Chat TTS,是专门为对话场景设计的文本转语音模型 例如大语言助手对话任务 我支持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最大的模型 使用了10万小时以上的中英文数据进行训练 目前在Harding Face中的开源版本为4万小时训练 且为SFT的版本 好的,谢谢Chat TTS 那么今天这期影片就让我来介绍一下Chat TTS的使用方法 以及如何通过Olama和Chat TTS 打造语音互动的大语言模型工具吧 是吗?太棒了,我们开始吧 今天5月,一个语音生成大模型悄然发布 一众AIL者纷纷尝试并且给出大量的好评 它生成语音自然、真实、支持中文和英文或者中英混合的语句 同时还能模拟断句、笑声、语气过度、语速调整等等 可玩性相当的高 J便是Chat TTS Chat TTS是专为对话场景设计的语音生成模型 特别适用于大语言模型助手的对话型任务 以及诸如对话式音频和视频的介绍等等应用 它通过使用大约10万小时的中文和英文数据进行训练 Chat TTS在语音合成中表现出很高的音频主量和贴近真人语音的自然度 目前这个大语言模型以及它相关的工具已经开源 在HuggingFace上面的模型是基于4万小时的语料训练出来的 如果想尝鲜Chat TTS 可以通过开源的UI 或者通过Python模块 你可以在Chat TTS官方的GitHub上找到相应的信息 不过经过我多次尝试 官方demo的代码都已经失效 而且官方的Python模块更新不太及时 所以我找到AwesomeChat TTS这个地址 这里汇集了丰富的Chat TTS不同的分支信息 很多分支的版本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那我就以这里分享的信息为基础 为大家介绍一下Chat TTS的使用方法 好了 刚才已经简单介绍了Chat TTS 那么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如何去deploy它的UI 然后并且做一些简单的尝试 那打开AwesomeChat TTS这个GitHub REPL 大家可以往下滑 经过测试呢 目前看到像建昌512 这一个repo其实是最好用的一个UI 大家点击之后 然后首先呢 我们需要download clone它整个repo 那我带大家详细的去走遍这个流程 好了 在下载整个代码文件之前呢 我建议大家先设置一个python的虚拟环境 用这下命令 当然你安装了virtual environment之后 这个包之后 然后因为设置这样一个环境呢 可以保证我们的系统跟安装的一些python包之间 不会有相应的冲突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去创建这样一个虚拟环境 对 好了 现在我们虚拟环境创建完毕了 我们现在可以进入这个环境新建的这样一个文件夹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clone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库 好了 这样就克隆完毕了 那我们下一步呢 需要激活这个虚拟环境 对吧 然后在这下面有一个bin文件夹 然后呢 我们sauce 这样一个命令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脚本呢 就会激活我们的虚拟环境 当然这时候我们的terminal前面就会显示 我们这个虚拟环境的名称 然后接下来呢 很简单 我们就进入我们刚才那个clone的代码的文件夹下面 然后我们直接安装它的依赖文件 对 这个依赖文件requirements.txt 然后它会按照这个里面的依赖呢 然后顺序的安装所有的文件 当然大家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如果它会报说某些包没有安装 你可以在下面手动安装一下这个包 就ok了 那我们等待它安装完成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整个安装的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看这个整个代码里面的库的内容 而这时候我们需要执行的是app.py 这样一个脚本 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在首次执行这个UI脚本的时候 或者像chatts脚本的时候呢 它会默认的从hackingface上下载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第一次会报说这个没有安装pandas 这样一次一个包 那我们就手动安装一下就好了 好 安装完毕 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启动脚本 好了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呢 它会下载 chatts所需要的开源的模型 它默认会从hackingface上去拖拽这些模型到本地 那第二次运行的时候呢 就不会再执行这个模型下载的这个流程了 当然如果说后续模型产生的更新 大家可以通过一些修改脚本的一些简单命令呢 然后去强制它下载新的模型 OK 大概几分钟时间吧 整个模型的下载就已经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完成模型下载之后呢 它就会默认的启动一个本地的这个服务 然后呢它会默认的通过你的浏览器打开它的服务的页面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页面上操作如何进行吧 好了 那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UI怎么去使用 其实它这个UI基本集成了chatts的核心的功能跟设置 然后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首先这个对话框呢就是给大家去输入你相应的这个文本内容 当然你可以通过导入txt模式方式去载入这个内容也是OK的 这里呢我写了一段这个 就找到了一段chatts的这个介绍的例子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作为我的文本内容 然后音色呢就是你需要选择它相应的预设好的一些音色男生女生啊 当然它这里做的稍微有点不好就是它没有在这个音色文件里面标明说这是男生女生 blah blah blah之类的但所以说需要大家去做一些尝试 然后呢当然你如果可以选择自己的音色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设置自己的音色的种子值 保证它这个音色说符合你的要求 但你种子值只要设置前后一样的话 它音色能够基本保持一致 然后txt seed呢就是它在处理这个合成语音文本 语文件之前呢它会把你的文本啊进行一个预处理就refine 它会把你文本通过这种三种方式啊 一个是aural就是加入一些相应的连接词 或者laugh加入一些笑声或者break 加入一些断句 保证你的这个语言生成语音之后呢更加的口语化 对然后呢如果你不想通过这种方式呢 去调整你的文本的话你可以跳过 那我们这个地方比如说加入aural 比如说3对吧 然后呢这个值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0到6都可以 比如说这个laugh 对吧比如说5 比如说break 对吧 它就会在里面进行一些这样子一些refine的操作 然后infer token跟refine token呢就是在refine跟文本 以及生成语音的过程当中它能处理的token最大的数量 但是它每次不一定会用到这么多啊 但是你可以做一些相应的预设 你会发现不够的话你可以把它去调大一点 语速的话就是你生成语言的这个语音的速 就是它朗诵文本的速度了啊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temperature top peak and top k呢 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大语言模型的设置啊 随机信啊然后呢筛选的这个stretch hold啊啊 以及这个筛选的候选集啊 这样子一个相应的设置 那我们先啊合成一段语音看看情况啊 Chartis呢是专为对话场景设计的语音生成模型 特别适用于大语言模型 LLM助手的对话任务 以及诸如对话式音频和视频介绍等应用 好了大家可以听到哈目前它已经生成这段语音模型 那它的对于中文英文都是包括这混合的语也都可以做相应的处理 但它xtds它念的不太好 那我这地方可以加上一个相应的空格 或者加上break啊 保证它是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输出这个相应的语音内容的 然后它生成文件会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下载这个语音文件或者是重新的播放它 然后或者它这个地方比较贴心的显示了一个API调用 就是它在启动这个UI的时候呢 其实也启动一个HT server 然后你可以通过call这个本地的server 去生成相应的语音的内容 或者获取这段语音 然后集成到你自己的这个应用当中 所以看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你如果生成很多你觉得不想要 你可以清理所有的WAVE文件 这样它会帮你删除所有的WAVE文件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在这个新输出的话 你就不会特别杂乱 然后你可以通过调整prompt去refine一些text 保证它的这个语音的这个输出情况 会更符合你的要求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可以再设置一下 我们看看试试这个相应的语音的这个refine文本的效果 会不会有提现 TTS专为对话场景设计的语音生成模型 特别适用于大语言模型 然后LM助手的这个对话任务 对大家可以听到刚才它在整个的这个 语音的叙述过程当中 它有些停顿 有这样子一些语气词出来做一个先后的 前后的语音的连接 还是相对比较自然 这就是refine文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应用了 好了 那现在我们介绍了这个整个UI的使用 那下一步呢 我们我会分享一个就是 通过AllLama加上ChatTS 打造一个完全本地化的语音对话的大语言模型的应用 好首先呢 我来给大家demo一下我的这个语音交互的应用 那首先启动我的脚本 在启动过程中呢 因为我用了一个VueSK的语音识别的模块 所以它会载入VueSK相应的模型 同时呢它会进行ChatTS的初始化 这大家注意因为我用了Mac 目前呢 ChatTS在Mac上面只能用CPU运行 还不能用了GPU 当然如果你用了Windows 并且用了NVIDIA支持CUDA 那么你就可以用NVIDIA显卡去运行ChatTS 速度会比只用CPU会快很 很多 那到这个界面呢 其实我的应用已经初始化完毕了 这里呢 我设置了几个键 按B就是开始语音交互 当你完成一次问题输入之后呢 你按S 然后呢 就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给AllLama 得到相应的答案 等应用拿到答案之后呢 它会自动生存 用ChatTS生存语音 变显的完成之后 播放这段语音 当你不需要在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按E这个键 就会退出整个程序 那我给大家去demo一下整个交互 请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是个大型语言模型 由Google训练 可否简单介绍一下地球自传的原理 地球自传是指地球绕自身的轴线旋转运动 地球自传的周期大约是24小时 基于我们所感知的一天长度 地球自传的原因是地球在形成时积累的角动量 我们再来一个问题 为什么地球上会有春夏秋冬四季呢 地球自传轴倾斜绕太阳公转导致不同地区接受太阳辐射的量和时间不同 从而形成了四季 好了以上呢就是整个demo大家可以听到哈就是这个语音交互还是相对比较顺畅 除了这个生成语音的时候需要一点时间 那这个优化呢我会在这个代码里介绍的时候详细的跟大家提到 其实是XTDS它这个语音包某些功能上还是要缺失在编程应用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些进化 才能更好的运用到你的应用里面 不过目前的这个状态已经可以用来去打造一个语音交互的大语音模型 而且整个应用完全基于本地不需要联网 好了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代码吧 好了在分享具体的代码细节之前呢 我还是分享一下整个应用的workflow 这样方便大家去理解代码里面的一些细节 首先启动这个代码之后 启动这个应用之后呢 我会启动一个单独的线程去监测这个按键的事件 这样子的话方便我们跟程序进行通过命令进行交互 那当然主线程里面呢 主线程里面我会放这个XTDS去生成语音的这样子一些命令在里面 然后就是子线程才会去用来去监测这个keyboard的事件 因为主线程它的分配的资源会相对比较多 其实因为我目前用的Mac 但所以说在Mac上面XTDS目前只能用到CPU去生成相应的语音 所以说这时候呢CPU的资源分配 对于我生成语音的效率上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有需要把XTDS的生成的命令放到主线程里面 保证它能拿到绝大部分的CPU的资源 你会放到子线程里面的话 那很有可能在资源分配会相比较少 这个我做过详细实验哈 发现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如果按B这个键的话呢 就会启动一个录音以及识别的过程 那识别录音完成之后呢 你按S它就会把这个语音识别出来文字内容呢 发送给欧拉玛 那欧拉玛呢 会根据这个内容prompt返回相应的response也是文字的 然后呢把这文字版本response呢 给到XTDS去生成语音的回复 并且播放这个回复 所以又完成了一个语音交互的一个流程 那在这个里面呢 有几个比较关键的python模块 因为我整个这个应用全都是基于本地运行的 那我找了很多语音的模块 那个python模块 还去帮助完成这个事情 首先啊 在录音识别阶段 我用了pyaudio 这个可以录音也可以播放的这个python模块 还有VoSK呢 是目前我找到的哈 在本地进行语音识别的最好用的一个python模块 本地就是它已经是本地的 它没有去访问任何的云端的资源 然后呢 在这个Olama以及这个就是语音回复的过程当中呢 我用了Luncheon加Olama这样一套框架 以及这个Chat TTS的相应的模块和包 那关于Luncheon Olama的使用呢 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分享的一期影片 详细介绍了怎么去使用Luncheon加Olama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呢Chat TTS的这个包呢 我在后续的代码的详解里面呢 会分享一下用哪个包是最方便的 好了 那现在呢 我开始给大家分享一些代码细节 那其实一些 这个应用核心的一些逻辑呢 刚才通过铺垫上 已经给大家去做了详细的分享跟说明了 那代码细节呢 其实目前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但是有些我使用的一些工具啊 包啊 还有这个整体的流程啊 我觉得还是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requirements.txt 这是我创建的依赖的文件 那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关键依赖 首先Chat TTS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不是官方的Chat TTS那个包 我用Chat TTS-Fork这个包 因为首先官方那个包的更新比较的慢 然后里面有些问题也是趋势得不到解决 那Chat TTS-Fork这个包呢 相反来说它的更新速度比较快 而且它里面的问题非常少啊 然后呢使用起来也会比较方便 而且我看一下它的roadmap 它roadmap里面包括了这个流逝的语音实语音生成的这样子一些功能 对于之后我们提升我们应用的这个交互的效率上非常有帮助的 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还跟大家去highlight几个其他的包 比如说这个VoSK 对 VoSK呢它是一个完全本地的语音识别的工具包 那它完全进行本地 然后你只需要去它的网站下载相应的模型 就可以进行本地的语音识别 而且效率非常高 我理解啊 这个基本上算是实时的就是识别 因为它可以通过流的方式嘛 就是语音流的方式进行相应的识别 所以识别效率基本是实时 而且准确率呢 我个人感觉可能有95%以上 那在这里面有很多模型 这是VoSK的网站 这个模型呢比如说有大的有1.3GB 对吧 有中文的 然后呢有42个MB 这样子一个比较小的呢 还有英文的不同的英文的语气 对吧 然后还有Russian的这些French German的一些语音包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去使用 我使用的是这个版本 那识别起来是非常的快 你只要把这个模型下载到本地 然后呢在你的APP初始化的时候 你去载入这个模型就OK了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Line Chain 对吧 这个大家会比较熟悉 然后呢还有这个PiAudio 用来录制以及播放语音 做这个你语音交互的一个框架的模块 交互的工具 然后比如说PiInput 对吧 这是用来就是监测你的键盘按键实践的 好了 这就是所有的依赖相关的内容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代码框架 首先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运行的时候 你只要运行命令Python 空个demo.py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主的程序的代码 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首先呢 我会把这个chat olama这个流程里面 用到一些工具封装到这个chat olama这个类里面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首先要通过这个类声明一个相应的对象 并且引用这个对象里面run这个方法 对就是demo.py的一个代码流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chat olama和chat utio chat olama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语音交互应用的所有的流程 跟工具的方法都会在这个里面 然后chat utio呢 主要是我封装了chat tts 生成语音的整体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chat olama 大家可以记得就是我们首先引用了run 对吧run里面呢 他其实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他会生成一个就是键盘检测的一个 一个县程做键盘的这个事件检测 这个地方 然后呢同时呢 他会等待说我们更新这个键盘检测的一些案件的一些事件 如果一旦监测相应的事件的话 他就会把一些相应的数据读取 然后呢去生成这样子一些audio 然后呢并且呢播放相应的audio 这就是一个主线程里面的一些流程 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们这个generate audio response这个过程 就引用chat tts过程 一定要放在主线程里面 因为在mac上面目前只能通过cpu运行 那主线程拿到cpu最多的 你如果放到这个子线程里面的话 就会看到你在generate的这个audio的过程中非常的缓慢 那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当然你如果是windows吧 你如果是有nvidia显卡 那可以用cuda 那效率非常之高的情况下 那你可能可以通过某些编程的架构去提升你整体的效率 那时候其实你的效率会更高速度会更高 你不用考虑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每次每个按键它对应的一些这个事件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你按b这个键的时候呢 你就会这个启动录音以及语音识别这个过程 我会创建一个语音流用pyaudio 然后把语音流呢给到vosk 就是vosk 然后vosk可以通过语音流实时的识别相应的内容 一旦这个语音流结束 它又会把那个内容识别的整体的最终结果固定下来 存到相应的变量里面 然后呢我ns就是结束了这个语音对话的流程 然后呢进入了这个query all llama的过程当中 它会把所有的这个刚才识别出来的内容 给到这个all llama进行相应的一个识别 对吧 然后在all llama all llama这个里面呢 我创建了一个chain 然后在这个chain里面呢 我会说去call all llama相应的模型 在模型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会可以做相应的设置 我在这地方用了jama2 对吧 然后你也可以用ll llama3 只要是你本地的all llama 以及下载模型 你都可以在这个里面进行相应的引用 那这时候呢 我有一个点哈 就是我在这个解析这个结果的时候呢 我用了一个自定义的一个方法 其实我就重构了它的那个standard pass output 那样子一个chain里面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我在这边重构就是把它的am message拿出来 然后呢直接把它content extract出来 但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 对吧 甚至于在这个地方把语音双程完毕 都是可以的 那只是因为我把这个东西放在紫线程里面 所以我们做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结构啊 去去重构一些这个 就是linechain里面输出解析的相应的方法和函数 然后解析完之后呢 它会把这个相应的内容存在一个对应的这个编量 就是欧拉玛的response存在一个对应的编量里面 然后啊 我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内容读出来 然后给到这个generate audio response去生成对应的audio 然后呢拿到这个audio生成的就生成最终audio的path 然后把这个path呢给到response speech 就是播放语音的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就可以完成一次语音交互了 程序就会把它的欧拉玛的回复 通过语音方式呢反馈回来 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好我们最后呢再来看一下chat audio 就是怎么样使用chatts这样一个流程 首先呢你在使用chatts的时候 我这里进行一个相应的封装 封装的chatts的youtube 首先你需要进行一个初始化 对如果你不用这种封装形式的话 你也要进行一个初始化 一开始要进行一个初始化 你首先要设定比如refine text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prompt的设置对吧 那个口语化连接啊笑声啊断句对吧 这个我们刚才UI设置里面也看见过 然后load相应的model 你的model的模型的位置 就要进行一个相应的设置 你第一次在使用的时候 他可能会默认去下载model 但是你如果是后续再次使用的话 就不用再下载了 你只要把model的位置 设在这个地方就ok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我生成了一个这个音色 对就是音色大家可以叫男生女生 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音色 我在在这个地方的设置一个相对比较随机的一个音色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去设置不同的音色 然后temperature toppy talkq prompt就是你的你的那个语速要怎么去设置 对吧 这是生成语音的相应的一些命令的内容 然后呢你就可以用来去设置相应的语音了 我在这个地方有个setinferi code 就是给你一些灵活度 你可以去修改这个这个生成语音的时候的一些相应的设置 那就refine text conf 也是你可以设置就是你refine text 是不是加上一些语气词 或者变量的连接词的时候呢 需不需要进行一些修改 我默认的是00 但是你可以修改成别的一些就是设置吧 对 然后最后呢就是generate sound 就是会把相应的内容 然后创建出来 并且存储到对应的文件夹下面 默认的是output 这是我设置的默认值 但是你可以设置别的whatever 你喜欢存储的地址 但你可以默认使用我这个output的地址 生成完毕之后呢 生成的过程中哈 使用这个infer 就是chat 就是chatAS的一个变量 一个对象 然后inferne就是它的生成语音的命令了 然后引用刚才的那些所有的设置 生成完毕之后呢 你把这个wave存储出来 存储下来 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path返回回去 这下面是我有一个测试的代码 大家不用太在意了 返回到刚才我大家还记得chat olama的对象里面 然后他拿到了那个语音的地址 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语音的播放 就完成了一次语音的交互的流程了 那么刚才呢就是跟大家详细介绍了这个代码的一些相应的细节 那我觉得目前这个应用呢 已经是达到一个可用的程度 就是语音交互的应用完全本地化的 通过olama以及chatts作为一个语音交互的一个应用 但是呢它其实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在创建这个audio 生成audio的时候其实流程相对比较慢 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我目前用mac 我只能用cpu去创建相应的这个呃生成语音的文件 那后续的话如果是对mac进行相应的深入支持的话 我相信如果通过我mac的比如说npu去调用的资源 去生成语音的话效率会更高 但你如果用windows的话 嗯那很棒 你就可以使用比如说nvidia的cuda去生成 那效率会更高一些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后续需要改进的点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生成过程当中 那目前的是不支持这种流适的输入 就是stream的方式输入到chatts的 那后续的我看到其实为什么会推荐大家用chat ttsfork这个包 因为它我看到它路线图里面会提到说 后续会支持流适的方式进行输入 这样子的话你的交互效率会更高 对所以说我还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这种 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包 其实它的roadmap上看的一些功能还蛮吸引人的 那我也蛮期待这个功能后续能够加上去 那以上就是今天怎么去利用 Olama以及chatts打造一个完全本地化的 语音交互大模型应用的一个流程 以及详细的代码解释了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分享很有意思的话 欢迎你关注我的频道 欢迎点赞转发本期影片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